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好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 Gary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HCY证券所独家推出的指标 显示三大交易时区 接着我会先透过实际操作 来跟各位说明如何使用这个指标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指标 以及各位投资朋友 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效益 最后再为各位解释 这个指标要如何进行安装 好的 首先开启各位的MT4平台 接着到左边的导航窗口 找到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下面我们会看到 各位刚刚下载并且安装好的指标名称 也就是这边的HCY 显示三大交易时区 接着透过托放的方式 把显示三大交易时区的指标 托放到图形上 你会看到在输入参数这边 可以去变更相对应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可以让各位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变更 要画出过去几天的三大交易时区 那我们的预设参数是1 也就是指画出今天的三大交易时区 那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变更 如果你想要看昨天或者是前天 那些交易时区的话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参数的话则是 如果你选择true 就代表会有相对应的文字出现在图形上 提醒你目前是亚洲欧洲或者是美洲的开盘 再来的话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参数的部分有写亚洲开盘时间 以及亚洲收盘时间 然后我们后面有括号 请换算为服务器时间的 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东令时间 那我们的交易平台的服务器时间是GMT加2 所以这边Gary已经有帮各位先把预设参数设定好 接着只要到下定时间的时候 各位需到这边去变更相对应的参数 那基本上呢 只要把这里的数字加1即可 比如说这边的亚洲开盘时间 我们原本是0200 那各位就可以把它变成0300 那亚洲收盘时间呢 从1100你可以改成是1200 依照这个方法类推 欧洲的开盘时间也要加1 欧洲的收盘时间也要加1 每周的开盘时间也要加1 但是最后有一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接下来下定时间 你要去变更这里的参数的时候 你每周的收盘时间 你要改成2359 这里的话你没有办法是输入2400 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输入2359就可以了 好这边的话是参数的一个设定说明 一开始你拖拉上去的时候 其实这边参数你不需要特别去做更动 拖拉上去之后基本上 你就先按下确认就好 这边要特别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指标是用来显示 目前走势图是处于哪一个交易时区 所以这个指标会是只适用于5分钟到1小时的线图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用在棒美货币队的3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 那如果说我不小心选到4小时的图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会跳出一个提醒跟您说 这个指标只适合5分钟到1小时的时间架构 所以我们就变成需要重新设定时间框架 好那我这时候再选回来30分钟 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个指标有正确显示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指标呢 当各位如果经常短线交易的时候 需要非常清楚自己位在哪个交易时区 因为每个交易时区的波动特性往往是不相同的 那通常亚洲时区的波动会比较小 那当如果你本身是喜欢交易日内区间盘的话 那么就比较适合在亚洲时区进行交易 而如果各位是比较偏向抓日内波段的话 就会比较适合在欧洲时区刚开始 以及美洲时区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在这两个时间段都会跟前一个时区有所重叠 所以波动会相对剧烈 也容易出现单边的走势 那透过这个指标各位就能以视觉化的方式 用颜色的区块去判断说 目前哪个时区即将要开始 哪个时区又即将要结束 这样对于市场的波动 能够有更深入的一个把握 所以有了这个指标 各位不仅能够透过颜色区块快速分辨 当前的时区制定适合的交易策略 也能够借由区块的大小去判断 目前在什么时区已经跑了多少波幅 比如说投影片当中这边的亚洲开盘 像这边的话亚洲开盘之后 它已经跑了这么多的一个波幅 所以根据之前的一个经验 如果在这么多的一个波幅之下 假设你的手上部位已经有获利的状况 那么在波动已经符合之前亚洲日内波幅的情况之下 更可以适时的做获利出场的动作 另外有些交易策略像是欧洲的一个开盘突破策略 它变向是透过欧洲开盘一小时之后的高低点去制定所谓的突破策略 那简单来讲 当看到欧洲开盘一小时之后 如果价格突破高点就去做多 如果跌破低点就进行做空 这边为各位演示刚刚讲的这个策略 这边是欧洲开盘 所以开盘一小时之后的高点位于这里 一小时的低点位于这边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欧洲开盘之后 价格往上突破高点 所以会在这边进行做多 各位可以看到 当你突破高点做多之后价格往上走了一段 所以说有了这个指标 各位再也不需要去走势图上比对 目前欧洲时区到底开盘了没 所以说显示三大交易时区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适用于所有商品 不管是外汇、福祉、贵金属都能够妥善运用 好的 我们就以半美货币队的30分走势图来举例说明 你可以看到这个灰色的区块是亚洲时区 那这边的话也会显示亚洲开盘这几个字 来提醒你目前这里就是亚洲时区 那刚刚呢 已经欧洲已经开盘了 所以这边也会显示相对应的欧洲开盘 一个文字 那欧洲的时区是橘色的区块 而因为这个欧洲开盘的时候呢 其实亚洲时区也还没完全收盘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他们重叠的地方 显示的区块是绿色的 那最右边这边是墨绿色的区块 这是代表美洲时区 所以由这个地方可以发现欧洲和美洲重叠的交易时区 比亚洲和欧洲的重叠交易时区还要多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和这里的部分相比较 所以说如果你是喜欢做区间交易的人 就比较适合交易亚洲盘 因为亚洲盘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的区间相对比较小 那如果你是偏好做日内趋势交易的人的话 那么就可以在亚洲盘和欧洲盘的重叠时区 或者是欧洲盘和美洲盘的重叠时区 搭配你的交易方法去做进场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让你的进场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这边各位可以发现 当我们指标叠加上去之后 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自己 目前处在哪一个交易时区 就如我们刚刚讲的 亚洲盘一般交易波动通常比较小 所以各位如果是在亚洲盘做日内交易快进快出的话 那么止损止盈的距离相对就要比较小 那另外有些朋友可能有听过 所谓的欧洲开盘突破策略 也就是说用欧洲开盘之后的一小时高低点 来当做进场的标准 突破高点做多跌破低点做空 那以这边为例 我们这是放美的30分钟图 以这边为例 欧洲开盘之后的低点在这里 开盘一小时后的高点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下一根K线图过了这边的高点之后 我们其实有潜在做多的机会 那么为了防止有些朋友 刚开始接触MP4 并不晓得要如何安装自定义的指标 这边Gary来为各位演示 首先开启你的MP4终端 接着开启MP4左上角菜单当中的文件 文件开启之后选择打开数据文件夹 数据文件夹打开之后 点选MQL4文件夹 接着再点选MQL4文件夹下面的Indicates文件夹 然后把你下载的指标档案 也就是ACY显示三大交易时区的这个指标档案 放进来这个Indicates文件夹之后 把你的MP4终端关闭并且重新打开 这样就安装完成 好以上就是针对显示三大交易时区这个指标的说明以及应用 那预祝各位投资朋友在未来使用这个指标之后 能让交易更加顺手 我们下次再见